在傳統裡面 小雪這個日子之後 一直到過年前的這段時間 是我們的媽祖家家戶姑娘有的日子 那也呼應我們這次國技藝術島 島嶼釀的主題 我們今天特別來辦小雪加釀的活動 紅群稍微捏碎的目的是 讓它能夠跟這個米 產生更好的一個發酵 那其實功力就在這邊 功力就在這邊 我們剛才要講啊 其實在釀酒的時候 大家最開心的就是這個時刻 因為就可以吃糯米 就可以吃糯米 多嫩 再掰 小一點 是不是 這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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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放下去就是下面 下面 這個 來 這個 帶著 那個拿著手下去 那是兩年的 馬魯老酒文化已經依照我們自罰 把我們申請登陸委傳統知識與實踐的文字項目 目前走行政程序當中 馬魯老酒文化說到它的源頭 當然它還是來自於我們福建的福州地區 老酒就福建釀酒的歷史被早推到韓代 明月丸在福州的經濟山 有一處渠水渠山的定點 目前已經叫做幼兒完畔了 同時在宋代蘇波波也有夜勤 飲酒刺乳幹這樣子的一個詩句 當然這些知識與技術隨著移民 那不同的事情就是說帶到我們馬魯 那也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跟我們生活產生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早年我們這個像這個季節 這個季節是什麼季節 就是蝦皮 這個補蝦皮的季節 那外面這個早年的氣候 跟現在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早年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那個海上 像那個風浪 這個北東呼號的那個季節 但是那個就是蝦皮 這個某蝦皮季節 漁民一定是為了生計 一定是這個要冒著這樣的一個風浪 要出海 這個時候那種寒冷的天氣 以及要面對大海的這種勇氣 就靠著早上一杯老酒暖身之後 然後通緝這個溫度上升之後 砍著這個漁具出海 這是一天的這個漁民的一個開始 不管是胡召姬 這個酒蕩 老酒面線 這個都是我們傳統婦女 古生的這個聖品 那到現在我們可以說婚三喜慶 這個所謂神明祭世等等 這個都禮不開我們這個老酒 它可以說是我們 我們產品生活文化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質活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質活動